这次就会讲到第二次 是将上次我们讲的经文 加上今次的经文一起串联 让大家分辨到耶稣 回来和被提的时间的关系 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 大家不用看张纸了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牵涉到我们需不需要面对大灾难 因为大灾难是 圣经说耶稣说 之前没有以后都没有 是非常大的 他说如果不减少日子 连选民都会跌倒 如果不减少日子 连选民都可以顶不住 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困难的日子 但是神是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听神说 亲近神一定有足够能力 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 但是我们需要准备好 而因为网上太多太多不同的人 是讲到在灾难前或者灾难中 我们一声就没有了 所以有很多人现在已经等着了 甚至有些人说2020年就会被提 真的的 网上有讲的 2020年就被提了 到某个时候忽然间 忽然一声就 就有大批基督徒失踪 接着就开始大灾难了 某程度我都欢喜 不过有些程度上 我又觉得很困难 留下的人很大的困难 不过一切在神的手中 如果真的灾难前被提 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圣经没有这么说 你怎样相信都没有用 我读了一个牧师说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们有些牧师辩论 不是灾难前被提 我说你们就慢慢等 我就先走了 我想回应那个牧师 你相信灾难前被提 不代表你会灾前走去 你信不代表那件事会发生的 是神说什么才会发生的 那我又想说一些 《诗经》的原则很重要 第一就是相信神有能力沟通 神有没有能力沟通 神能不能用适合的字眼 第二个问题 他才用适合的字眼 一定知道 他会不会将最重要的东西 不告诉别人 不会 他是会将最重要的东西 告诉别人 他说的时候会不会清楚 会清楚 所以神需要清楚 否则的话 好像这里说灾前被提 这里说灾后被提 那到底哪样是对的呢 我们是要有绝对的答案 才能够面对 所以 《诗经》学的最重要先决的信念 神有能力沟通 神懂得用什么字 而那些字就是那些人明白的字 就不会说 我明明说 因为我讲一些例子 我不是针对哪一个人 不过真的有人这样说 他说 《启示录》十四章 那里说到 那些人是十四万四千人 羔羊去到哪里 西安山他都跟着他 这些人是被买熟的 他说这个买熟就是被提 我说买熟怎么会被提 买熟就是买回来的意思 其实原意就是买 你买回来 但为什么耶稣是买回我们呢 因为已经落在魔鬼的手中 他付出他的罪的代价就是流出补血 为我们写了十字架 他就买回我们 买熟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性 因为普通来说 这个字的字眼用途是什么呢 你街买熟 买什么 但是耶稣买买我们不是真的 那种买买的钱 是他用他的补血来救赎我们 那这个字能够解造被提 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全本圣经都没有这个解释 那我们不能够说 这个字是这样解释 我们就将它改变了 因为圣经用的字眼是一些人能够明白的字眼 就不是找一个买熟就等于什么的 买熟就等于被提的 为什么他会用这样的字眼 大家用我们明白的字眼 还有如果是重要的 神一定是用清楚的说话 而这次大家会看到我所说的 是真的很清楚 我并没有一个先见的 其实可以说如果有先见 我以前是相信灾前被提 因为我以前 在我初信主没多久的时候 在教会就有一个宣教士 在美国来教一科英文的 就是诚人主学 是用英文教的 那我就上 那他上的时候又介绍我这本书 这本书就说到灾前被提 当时我看了是很着迷 那就是期望将来有一天是灾前被提 但是我去到美国的宣读会 圣经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有一次有一个 讲到末日的讨论会 不同的老师和同学 有些同学问问题 老师回答 有一个老师站起来 他说 这个是希腊文的老师 他说我看新的圣经 我从来看不到有地方支持灾前被提 我非常震惊 我就一直研究了 那我们今次将这些内容说出来 那帮我再讲一些诗经的原则 诗经的原则 一定是这个字按照当时的用途 和文法 就是我们可以用当时的文法 就是不会说 明明说 我们可以得救 那另外一句话 有些人辩论 有些人辩论 你要救全福那么多 你要好伪身 你不要犯罪 那你就可以被提了 剩下那些不冷不烈的基督 就会留在这里 但是圣经是说什么呢 在《贴受日记》前书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 什么叫基督里面的人呢 根据圣经所说的 就是与耶稣有关系 总之与耶稣有关系 有些人说 那些不冷不烈的那些行不行呢 不冷不烈呢 如果他真的和耶稣的关系 他依然可以被提 因为他都在基督里面 不冷不烈的人是有危机的 我们鼓励人不要不冷不烈 因为可以失去救恩 有些人真的他以为 我真的信 不过我不断犯罪 他就觉得这样就是信耶稣 因为他犯罪 他代表他不认真看神 他犯罪的时候 因为在加勒太书第五章有说到 凡是淫乱的污蔚的 凡是奸淫的 贼道的 纷争的 扰乱的 异乱的 异端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哇 很严重 耶稣又说 你不要笑人的过犯 天父都不要笑人的过犯 所以有很严重的警告 我们一定要悔改离罪 那是不是要完全呢 我们不能完全 但是这个人真的悔改信靠耶稣 又真的尝试去改的 他就在基督里面 那到底什么程度呢 我们不需要说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是神决定 但是我们见到基督徒 大家可以大约知道他得不得救 有些人很明显的 他很爱主 又真的悔改 又得罪人 他会认错 他要求耶稣赦免 他又会遵从神 那很明显得救 那有些人呢 哇 真的要求他才回教堂 那你问他信不信耶稣 我信 你悔不悔改 悔改 不过一会他又骂人 好像没有问题 那我们不太肯定 那些人 就是他太过边缘 那这个是他的问题 那他是不是基督律里呢 我不知道 神知道 有些我们差不多可以肯定 他不在神里面 有些我们 有些 就是他真的太离谱了 他犯罪很严重 又偷教会钱 又犯奸淫 又不悔改 他还在骂人 那这样的时候 很大可能他是不得救 不过我们都是猜测而已 不过的迹象就是 但是 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 是看他跟神的关系 神知道圣灵是不是住在他里面 他圣灵住在他里面 他一定是得救的 就是圣灵仍然住在他里面 所以那个经文是说 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 是可以得救的 就是这个经文 经文没有说所有 不是所有 没有说所有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里 因为我曾经跟一个人去 讨论这件事 因为他就说他没有说到多少 他说启示录就有说十四万四千 他说那里没有说多少 所以不是一定是 那我就说圣经说 在基督里面就是基督里的 我问你 你是不是基督里面 是 是那就是 那你就会复活 会被提 就是你是就是 不必一定要说 圣经没有责任 一定要告诉你 有多少亿多少万的人 可以得救的 他不必一定要说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他没有说好多少 所以 他会执着于某一些的字眼 而不是说在基督里 这个就是诗经的原则 但是圣经说了是基督里 就是基督里 这么简单 圣经不一定要复养我们的条件 而我又召唤一些经文 给他去回应他 这个我只是告诉你 有时有些人会执着一些字眼 我召唤一些经文 我说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有没有说到所有 有没有说 所有心里相信 所有口里承认才得救 没有说 总之你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 圣经没有说到一定的 他不用每次都说所有 如今那些罪 基督耶稣你的就不定罪了 罗马斯书8章1节 在基督里面就不定罪 要不要说所有 不用说所有 总之在基督里面就是不被定罪 所以圣经没有责任 需要一定说几多个或者所有 总之他说在基督里 即是基督里 这些都可以成为有些人的争吵的位置 我想让大家知道 有很多人以为他执着于某一点 去传他的道 譬如 我也会迟些回应 就是说到底灾前被提的人 他凭什么根据 我都会稍微回应 但是详细的我就不详细回应 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 上一次这些看过的了 在光临当前书15章52节 一杀时习惯 这里我们就不详细看了 不过我都将它全部要串联在一起 在这里很清楚说到 浩童末次 这个就是将时间pin point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凡我们经文看到 某一样东西很清楚 我们就像那样东西成为一个 好像一个记号 一个mark 末次 浩童末次吹响的时候 浩童要在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恼坏 那么我们也要改变 然后这个恼坏的变成不恼坏 必死的变成不死的 这个说到死人要复活 变成不恼坏 我们也要改变 改变成什么呢 就是必恼坏 就是我们会坏的 我们的身体会坏的 我们会病会老的 但是到时就不会病又不会老了 还有我们会必死的 但是我们到时就不死了 那时候经上所说 死被得性的话就认炎了 就是旧日圣经有说到 死被得性吞灭的 就已经认炎了 所以这个经文就是说 认炎了就是说 再无死亡 死被得性吞灭 这个吞灭的字 就是真的用吞食的那种吞 就是死日活一时吞了 没有了 吞了就是没有了 就会被得性在得性之中吞灭 就是完全没有了 的时候就认炎了 就是以后再无死亡 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他没有说到被提 但是他又说末次号同 这里没有说耶稣回来 我们会将他串言的 这个解释就是一刻之前仍然会死 但是末次号同的时候 就变为不冷卫和不死了 不单是说到一次普通的复活 譬如耶稣复活之后 圣经有说到 马帝福音有说到 接着有些死人复活 但是那个复活并不是普世性的 只是有一些人 还有启少女有说到 有两个见证人 他又被基督杀了 杀了之后他又复活 他又被提 但是这个只是个别性 它没有影响全体的基督徒 但是这里影响全体的基督徒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死被得性贪裂 即是基督徒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扭坏 即是完全没有死亡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所有基督徒不再死了 而圣经有说到 大灾难是基督徒会被杀的 凡不拜这个受的 不受这个受孕的都会被杀的 所以这个肯定在大灾难之后 因为再没有基督徒被杀了 即是基督徒不再死了 我尽量把这几点放慢一点 因为这几点 这三节经文 是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点 保罗要等到那时才复活 和改变 是不是呢 因为保罗说 保罗还要加了一个什么字呢 我们 主要是几个经文 保罗都说我们 我们都要改变 即是将它包括在内 即是说 我何时才复活呢 保罗说何时复活和改变呢 是末次浩童 对不对 还有 是大灾难前中日后 因为再没有死亡 所以是灾难后 灾难一过去 刚才我们看《马帝福音》24章 灾难的日子一过去 之后发生的事 这几个结论大家可否认同 第一 保罗之前不会复活 不会被提 要到那时 要到末次浩童 还有之后再没有复活 为什么呢 再没有基督徒复活 基督徒再没有复活 因为 所有基督徒已经复活了 改变形象 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基督徒不会再死了 不再死就像天使 天使不会再死了 不再死就更想复活了 即是那次是基督徒集体复活的唯一一次 大家可否看到这个结论 是否很肯定 有没有疑问 因为我为什么想你肯定 这一点我告诉大家 我一年之前没有这个结论 是我之前用其他经文去支持 但后来我看到这个经文 原来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需要我再说一次吗 可能这个每次的号童是否等于 启示录第七个天使春第七号 那是最后一次的号童 是 我回答是 我也会迟些 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会告诉大家 但是简单来说 启示录第七个号童 很清楚什么发生呢 就是 时日再没有时日 一切都奥秘 神的奥秘成全了 还有 就是所有神的仆人众先知 全部都会得上次的时候 还有那些败坏这个世界的人 被败坏的时候也到了 所以信的得上次 不信的被败坏 就是说是末日 其实启示录是重复讲世界末日的 启示录是怎样呢 如果你留意看 它有何时说 我又观看 我又看见 它是怎样呢 好像有个人上天堂 我又见到一个异象 哎呀 我又见到一个异象 这些异象不代表 第一个见到的异象 第二个异象是 一直信时间持续 它只是我又见到这个 我又见到那个 我又见到这个 我又见到很多异象 它将它全部都写出来 启示录是重复讲到耶稣回来的 所以这一点是帮助我们解释 启示录的 因为很多人说 启示录十九章才是耶稣回来的 但你看看第七号 第六印第七号 都是很清楚耶稣回来的 好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吗 我再很快地说一说 好同活着出向再没有死亡 死亡被吞灭 即是说 基督徒会变为不冷坏 即是变得像天使一样 天使不会死的 不会死 即是说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那时死的基督徒又复活了 活着的又改变了 他们又一起改变了 全部都变成天使 好像天使一样 不是变成天使 好像天使一样 怎么会还死 怎么会还有大灾难呢 就是已经过了大灾难 所以一定是过了大灾难 还有保罗要等到那时 他才会复活 因为这里说到 他说一撒时 浩同活着出向 那时死亡被复活了 我们 我们都会改变 OK 好 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了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这就是《贴受尼加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开始 这里说到两次降临的字 第一次的就是《巴罗斯人》 我写了出来 就是圣经多次用到 讲关于世界末日的 耶稣回来的 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到 他们问他你降临的时候 耶稣都是用这个字眼的 这个就是耶稣回来的字眼 也有另一个意思 这个字的另一个意思 就是同在一起的意思 两个意思都有的 好了 接着第十六节 也有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这个降临就用另一个字 在希文我没有写出来 卡塔巴奈奴 就是下来的意思 下来 那两个经文 两个字都说到耶稣回来 并没有显示是耶稣回来之前的七年或三年半 完全就是耶稣回来的 这是第一点 讲这个经文 接着第二点 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 耶稣亲自从天降临 这个经文有讲从天降临 接着有神的耗吹响 这个耗和 就是先贴上来 前线15章的耗 那里讲耗筒这个耗 都是同一个字的 希腊文也是 Salpik 就是Trumpet 都是那个希腊文字 还有马太24章 天使用耗筒的大声 都是用这个字的 如果它时间一起发生 因为我们会证明它一起发生 那就是同一个耗筒 好了 这里讲到有什么事呢 第一就是耶稣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耗吹响了 这里讲到神的耗了 然后基督女死的人必先復活 这里讲到很清楚基督女死了的人 那问题是否只是某些基督徒 某些 那譬如你问A君 你是不是和耶稣的关系 是 我真是悔改 真是信耶稣 我真是有遵从祂的圣灵 我真是听话 我有传呼音 那你是不是在基督女 那当然了 明明和耶稣的关系 我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常在我里面 那就是说所有这些人都包括在内 没理由说 乃在基督女死了的人 只包括十四万四千人 应该是包括所有全部真正和耶稣有关系 这个不用说是所有的 你是不是 那是 你是否中国人 你不用说 中国人过来了 譬如说 男的过这边 女的过这边 那有人问你 你是不是全部男的 那你是否男的 你是男的就过这边 你不用问是否全部男的 总之是男就过这边 女就过这边 中国人过这边 外国人过这边 那你是不是中国人 那你就过这边 你不用说是所有中国人 所以这里 基督女死了的人 总之你是和基督徒有生命的关系 不只是挂名 挂名基督徒是不能被提的 是真正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 真信耶稣 又和祂继续会悔改 要遵从神 会见证耶稣的美好的 会传扬福音的 有些人说 祂做了很多人 不过祂没有传福音 其实任何你说见证 都是荣誉神的 都是传福音 不过有些人说得更多 有些人说得更少 希望我们多说一些 好了 这是结果指多与少的问题 祂和耶稣的关系就有关系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这些人就会复活 这些经文又是说到 这些经文又是说到 死人要复活 这里没有说到什么死人 不过我们知道是基督徒 为什么呢 我问大家 识经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里是基督徒 在基督徒 这里没有说 这里没有说在基督徒 这里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 因为他会发生什么事 他会复活和什么 不扭坏和不死 这个已经证明他是什么 是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才会变成不扭坏 那些人在地狱是扭坏的 一直被火烧的 所以这个就是识经 这些是基督徒 虽然他的经文没有说到是基督徒 但我们只是基督徒 因为他真的会不扭坏 这里说到 在基督里死的人就会复活 这个很明显 基督里面就不用说所有 他没有说到全部 但我们知道是全部 总之在基督里面 以后我们 感谢主保罗又说了我们 他把自己拉下水 不过这个下水是很好的 他说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里 一起就被提到魂里了 空中与主相遇者 我们就与和主永远同在 我们一起会被提 到底被提和永远同主一齐会不会改变呢 那我用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那里说了 主耶稣基督同天降临的时候 他要按着他的大能 将我们这个悲战的身体改变形状 这个弗洛比书三章二十节 和他自己永远的身体相似 即是当耶稣回来 他就会将基督徒的身体改变形状 如果已经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永远同主一齐会不会改变呢 根据弗洛比书 弗洛比书说 耶稣降临我们就会改变 而贴受来的前书就说到 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永远同一齐会不会改变呢 因为我们个个都会 穿着牛仔裤 脱头发 戴眼镜 会不会这样呢 不会 已经全部改变了 所以包括 包含了三任动作 复活 改变 被提 这个是可以由识经 这些识经呢 识经没有说 不过我们又 肥勒比书知道 他一定没有理由 他上天堂的时候 还在那里 头皮 拔鸡 又闭脚 又瞎眼 不会这样的 一定是已经改变形象了 这个是绝对肯定的 好了 那么 重点就是这样了 临前 又讲到复活 和改变 保罗有份 贴前 就讲到复活 改变 没有讲改变 暗示 就是我们能够用经文去支持 他真的有改变 又被提 保罗会复活多少次呢 他会不会复活 一会又再 现在说了这么多前书应验 我复活一次 贴上前书应验 我现在又再复活了 会不会做两次 不会 他只复活一次 改变多少次 一次 所以这两次是同一事件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同一事件 所以两个经文是同时应验 同时应验 即是说将它合并 我用手来示范 即是说 书从天降临 有天使长的声音 耗同末次吹响 接着主里面死的人就复活了 然后基督徒 活在基督徒一起改变形象 又一起被提到 魂女在空中与相遇 就永同一齐 即是全部一起 其实是全部塌塌陷的 是完全一起发生的 好了 我们今次又将 马太二十四章一起去看了 其实我发觉 不如用贴上的后书先更好 我们先看下方的经文 这个经文说什么呢 第一节 我感谢主 真的我以前没有留意到 这一节经文这么紧要的 它说 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这个字又是Parisya 第一节和第八节下面写着 都是Parisya 刚刚我们先说的希腊文字 轮到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在那里聚集 我们聚集一起 我们 包括不包括保罗 包括不包括其他基督徒 包括 当耶稣降临 我们就会和他一起聚集 那这个是什么日子呢 意思是说 耶稣回来 我们全部都会去他那里 对不对 就是会和他一起相聚 其实呢 也会让我们想起 同志先的经文是一样的 就是说 永远和主同在 对不对 贴受现在前书四章 永远和主同在 这个就是聚集 就是永远和主同在 好了 他这里又再指定时间 他说在这个日子以前 一定有什么事发生 离道反教 很多人离开真道 反对真的 就是这个基督教 这个唯一的世界上 真神的宗教 还有这个大罪人 就是寻伦之子显露出来 这个不是普通的大罪人 因为后面解释到他 他是抵挡着高台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以及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中 自称为神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敌基督 并且他说到他如何灭绝呢 就是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 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将他废掉的 是很明显将他的时间 很指定地说明 他是什么时候被废掉 好了 这里有两个降临 第一行 降临 接着这里有一个降临 是同一个字 而保罗说 轮到耶稣回来 降临 和我们聚集 之前会有这些事发生 在日子之前 必有来到反教 和这个大罪人出现 然后呢 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他就说回这一字了 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那就是说 在耶稣回来之前 就会有这些事发生了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耶稣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这个降临 和第一节的降临 是否同一个事件呢 是同一个事件呢 因为他说呢 我们现在说着耶稣回来 说着这件事 和我们聚集 那之前有什么发生呢 又来到反教 又有大罪人 然后这个大罪人被耶稣降临 废掉他 荣光废掉他 所以即是到降临的时候 废掉的时候 我们就聚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经文也都很清楚说到 我们见耶稣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 耶稣回来 是不是大罪人之后呢 因为已经敌基督被毁灭 就是被废掉 丢他下火湖了 在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的时候 也都过了大灾难了 因为他末日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了 耶稣回来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 我们聚集到耶稣那个时间 就是大灾难之后 敌基督被废掉的时候 就是我们被接 和耶稣一起聚集 而他两个字降临 就将时间 偏换了 轮到耶稣回来 轮到他回来 和我们聚集 就是什么时候呢 去到耶稣降临 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 清楚不清楚 是不是很肯定 这个就是用识经的方法 真的绝对肯定 是没有办法推翻到的 因为经文是 实际上很清楚 很清楚的 这里我就 下面写了一些图 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等于 保罗和基督徒 聚集到主那里的时候 因为他上词说 轮到我们主耶稣降临 和我们在他聚集 就是说到这两个东西 是同一样东西 轮到耶稣回来 和我们聚集 就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等于 耶稣降临 就是等于 我们和他聚集到耶稣那里 在那个日子之前 一定有尼道反教和敌基督 显露 第四行 有显露这个字 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最近有一个人 跟我谈到关于 谁是否敌基督 我说你不用这么心急 我就给他贴受 我的后书 说到他会显露 敌基督是会显露的 有很多人 我想大家有没有上网听过 奥巴马又是敌基督 谁是领袖又是敌基督 我说了很多次 但他们没有显露 他真的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他是敌党基督 不过他不是这个最后的敌基督 这个最后的敌基督 是要被耶稣降临的荣光废掉的 这些人不会是这样经历的 他们的经历是不同的 这个人是以彩神的殿中 自称为神的 所以这个人是跟所有其他的 敌党基督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这个讲到一个非常之特别 亦是特别恶的人 特别差的人 特别凄凉 他最后的结局是最凄凉的 他会显露 所以由这个诗经 显露会露出来 大家看到的 所以到时不用 这个是那个是 到时一定知道的 圣经说了他会显露的 好了 基督徒聚集到 主那里就是主降临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我已经解释了 所以这个是大灾难之后 OK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很清楚 其实圣经是不是很清楚 其实这几处经文很清楚 不过我之前看了 没有看到 还有我上网看到 很少人将这些经文这样串联 所以我会准备把它写成书 这是我下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福音宣教事工 会将这本书送出去 送出去 有印的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呢 电子版 这本书是会两样都有的 好 那我们看回马太二十四章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这里又有很乘势的时间 指定灾难之后 因为我没有写完经文 因为那个空间的问题 上面有说到 这个灾难是之前没有 以后都没有的 那个灾难一过去 人子的笑头就显露出来了 那到底人子的笑头是什么呢 那些满族就哀哭 有可能是真的看到 那些天使开路 那些天整个天都不同了 那些魂 那些现在的天都已经不同了 忽然间怎么变了 因为圣经讲到 那些日月星辰也要改变 忽然间 哇 整个天都不同了 然后有天使开路 然后耶稣准备出来了 那时候那个笑头 那些人已经知道 是耶稣回来了 有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是耶稣自己亲自出现 这个笑头 就可能是耶稣出现 那时候的万族要哀哭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审判万人的时候 是不是秘密 不秘密 是全世界都看到的 好了 这个是万族都要哀哭 那他们就看到人子 有能力 有荣耀 有大荣耀 教育天成的魂光临 他们个人都看到 他又用号筒 天使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 招聚了来 这里有说号筒 我们看完经文 稍后我们再看这个号筒 是什么号筒 然后呢 接着后面有说 罗亚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又怎样 因为他们传都冲去 因为他们不听话 他们没有预备好 就传都冲去了 然后两个人在田里 他又会认为他被提 然后又说到 这个很多人都会认为 就是被提 两个人在田里 屋里又在 两个人推磨 两个女人推磨 又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 又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然后中心有见识的 伯人就有福料 他们预备好了 但是那些恶伯 就重重处置他 定他和假务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耻 这里有些人又会这样说 有天堂有地狱 还有一个哀哭切耻的地方 这个又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怎会还有一个哀哭切耻的地方 那是天堂一个地狱 天堂就不会哀哭切耻 所以这个一定是去地狱的 而马太二十五章就很清楚了 因为有三个比喻讲到末日 第一个就是十童女 第二个就是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 按财贡受审判 然后其实不是按财贡 按照他使用的财贡 然后就是五千、二千的那个 赚回五千、二千 他又忠心良善的仆人 然后剩下那个就是埋藏的 那个就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要赶在外面黑暗里面 哀哭切耻 然后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山羊 绵羊就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有些人就说这个是以色列 就是说是以色列的 你帮以色列的就会 就是有份 但这个真的很没有根据 这种的诗经是很没有根据 你凭什么肯定 问题就是肯定 你会将你的永生挂勾在这件事上 譬如假设这件事如果是错的 你就会没有永生 你能不能够将你的永生挂勾在这个解释上呢 那我就说圣经说到普通的就是 我们就是主的弟兄 所以没有理由限于犹太人的 有些人因为他们的诗经是很有问题的 他们很多地方 他们总之只是凭字眼 他不会凭整个圣经的意思 接着就说到绵羊就可以进入永生了 山羊如何呢 很清楚说到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侍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并且也说永刑 所以那个母做就住在弟兄身上 就进入永刑 那个人没有用过一千两个人 就不是永刑 他们说就进入这个 哀哭设斥的地方 真的不是很比例 应该按照这两个比喻 他也是一样去到这个地狱 就是在那里哀哭设斥的 我主要的意思是说 没有第三个地方叫哀哭设斥的地方 但有些识经的人真的这么说 所以识经 有些人说 你又敢识经 别人敢识经 个个不同 其中一点很重要 经文的意思 在神来说只有一个 有时候有些应验可以超过一个 譬如马太二十四章 第一次应验是在主后七十年 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 第二次应验是末日 他应验可以超过一次 但是他所说的内容 是不会是可以两样的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安育设斥一系就是地狱 应该不是一系 它就是地狱 没有第二个可能性 如果在识经上你已经知道它是地狱的时候 就不会说又是第三个地方是没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神说的东西不会说 这个有可能是地狱 有可能不是有第三个地方 不会说两个解释都是一样的 被提都是一样的 不会说那些信灾前被提就一早被提了 不会的 你信什么都好都是一个被提 不能够有多一个被提 很多的信念 有人不同的看法 其中一个信念 很多人不同的看法 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到底人能否失去救恩 圣经有很多处经文说 人能失去救恩 但是有些人说 没有人能从神 耶稣的手里把那些羊夺去 问题是哪些是羊 有些人说 所有认过耶稣信的耶稣就是羊 但是我根据圣经 真的说到人们失去救恩 所以这个羊是哪些人呢 是一直信到底 这样就没有冲突了 一直信到底那些就没有人能够将它夺去 神已经一早简损了 是那些都简损了 在生命策上写了名字 那些是不会失去救恩的 不过有些人是短暂信 马太日十三章也有说 杀在浅土 很快发牙了 很快发牙了 即是已经很快接受 不过他没有跟 所以很快冲去 所以很快日提出来就干了 所以圣经是有讲到 即是说人可以一时接受后来失去的 好 我们回到这个经文 即是讲到经文是只有一个解释 这个是否同样的号同呢 那我们看一看经文 就是说第一就是灾难过去 万族也要看见一个审判的时候 然后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哪边招聚 我们试试先看 《高伦德前书》十五章讲到 保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复活和被提 他说可以预先早一点行不行 不行 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末次号同 他想被提 都是要等到末次号同的时候被提 好了 那我们先看《贴塞尼加》后书二章 是讲到是大灾难后还是前 《贴塞尼加》后书第二章 讲到关于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聚集 是什么时候 自后是有敌基督出现 有来到反教 然后耶稣用他降临的荣光将他废掉 那时候 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跟耶稣一起 所以在审判万人的时候 那时候 耶稣就回来了 我们就会和他一起 我们就会复活 会改变形象 所以这里将他的选文 还有一点 《贴塞尼加》前书15章 我们说 保罗要到那时候才可以复活和改变 还有之后还有没有另一次 无论 无论全部已经没有死亡了 这一点很重要 再没有死亡 以后再没有死亡 再没有人死亡 也没有复活 一次复活 全部复活了 基督里面 全部复活了 所有活着的 又全部一起改变形象 所以之前之后 也没有再一次基督徒的复活 所以这里 将他的选文招聚 这里没有讲复活 不过是将选文 有些人说选文是犹太人 不过在圣经里面 在哥罗西书中也说到 这些神的选文 圣结蒙外的人 哥罗西的信徒是外邦信徒 所以选文不是一定是说到犹太人 所有信耶稣的人都是选文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选文了 所以这里讲到 所有信的人 这个号童将他招聚 问题是 这个是否包括死的和活的 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 一招聚的时候 是招聚死的和 是不是只是招聚死的 基督徒死的一招聚 就会招聚哪些 活的那些 招聚活的那些又招聚死的那些 总之一招聚 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 是到那时才有招聚 之后又没有 之前又没有 因为保罗也要等到那时 因为保罗也是一个 有些人说 十四万四千是超级基督徒 保罗超级基督徒一早提了 没有 保罗说没有 他说我到那时才有份 跟你一起有份 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一起复活 所以到那时才有份 而那时是大灾难之后 基督降临用荣光废掉 然后在那时候 这里说到 这个是不是末日的时候 万族要哀哭 还有好像浪亚日子 那些人被水冲去了 当时末日就不是水了 但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因为圣经也说到 好像浪亚日子 怎样 耶稣降临也是这样 所以在那时 所有不信的人就会被审判 所以这个时间 是否与贴撒尼加后书一样 即是说到大灾难之后 是耶稣降临要废掉敌基督 亦是审判万民的时候 所以这个号童 是不是末次号童 还有他招聚基督徒 对不对 招聚神的选民 即是说死的和活的 都一起招聚 大家能不能拿到 他会招聚基督徒 那么多前书我们讲到 之前之后都不会再有招聚 是那一次招聚 所以我们搭船 不是为什么 不要过了时间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过了时间 那时候就是唯一的机会 之前之后都再没有了 那一次 之前一定要清楚 信耶稣和耶稣的关系 过了时间 再没有船搭 好了 这个就是最后 也是基督被废弃的时候 废掉的时候 所以这里最后审判的时候 也一定是最后 末次号童 而这个招聚 包括了复活 和死人复活 和基督徒改变形象 对不对 这些是否从诗经很肯定 还是要猜猜一下 我们有没有猜猜一下 没有猜猜 全部是有清楚的结论 为什么呢 这才很清楚说到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重说 因为我想你们入老 我希望大家还记得这几处经文 一说就知道说这几处经文 以后有人跟你说的时候 你可以清楚 也帮助你回家时 再看就会 我希望大家回家看 这几处经文都熟了 那你以后会记得了 因为高林多前主十五章 是非常重要的 将它指定 在那时候之后 死被得性剃灭 再没有死亡 而保罗要等到那时候才复活 所以之后没有死亡 就是没有人死 之前也没有复活 没有集体复活 因为保罗也要等到那时候 在那时候死人要复活 信主的复活 然后就改变形象 所以这里的选文 一定是包括保罗在内 对不对 保罗唯一这一次 就是由高林多前主十章 我们知道 只有一次集体基督徒的聚集 只有一次而已 而这一次就是 这一次的马太二十四章 因为这一次就是 审判全世界 慢着的哀哭的时候 他这个号童 就是将死的基督徒复活 然后活的一起 招聚 而后面用的方式形容 就是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就是将那些信的提起 好了 那我又说 有没有问题 这里有没有问题 我听过选文 在圣经有很多选文 有些是讲意识的人 有些是讲基督徒 比如我们看圣经 怎么知道他每一次 讲选文是代表什么 什么人呢 OK 好 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知道 肯定这个选文 一定包括所有人呢 我又加上 那麽多前书十五章了 还有贴上来的前书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而那时间就是在大灾难之后 在敌基督被废弃的时候 就会所有基督徒都会复活 所以 总之在末日的时候 耶稣回来审判万人的时候 基督被废弃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有一个 全体基督徒的复活 和改变形象 所以这个经文既然在同一时间 所以是同一事件 最主要我们要证明就是 同一时间 所以是同一事件 而所说的内容都是同样的东西 都是说到耶稣回来 贴上来的前书 不是说到主必从天降临的吗 又说到浩童 又说到焦罪 又是同样的焦罪 不过他那里就清楚说到 死人復活 接着活着的改变形象 所以发生的事 发生的时间最重要 都是耶稣回来 万族都要看到他的时候 也都是废弃基督的时间 这个就是这几处经文所定了的时间 既然同一时间的时候 问题就是这样 由那麽多前书 和贴上来的前书 我们能不能够说 那些被复活和改变形象的基督徒 包括犹太基督徒 以色列基督徒 和外邦基督徒 会不会只是犹太基督徒 以色列基督徒 不包括外邦呢 由哪里我们知道呢 答案就是 贴上来的前书四章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我们信耶稣的 我们就是基督女 以色列人信耶稣 又是基督女 所以圣经在这经文是没有把它分开的 既然那里会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 犹太人 以色列人或者外邦人都一起叫他复活 改变形象 所以我们这里也一定是包括外邦和犹太人 外邦和以色列人 在这里不是说中伏和恶伏吗 中伏其实是基督里死去的人 恶伏其实是假的基督国 这个我自己就觉得 就不只是不信耶稣的人 不只是信耶稣而没有忠心的人 这个我不是绝对的肯定 马太福音25章 说到收到的钱 就有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造在主的帝经身上 我自己就觉得是全世界的 全部所有人 不过如果你说只是听过耶稣那些 不过他没有跟从耶稣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两个解释都不会有分别 总之就是万族都哀哭 即是包括没听过耶稣那些都会哭 所以到底这个是否包括只听过福音 还是未听过福音都照样是恶伏 这个我觉得不是绝对肯定 我都会说了 为什么我会识经说不绝对肯定呢 我主要不是绝对肯定 就是到底这个恶伏 是不是只是听过耶稣而不听话那些 应该说是直接没有听过耶稣 不过他不听话 包括在恶伏之内 我觉得也不重要的 因为总之他听不听过耶稣 他都会被审判的 但是耶稣会跟他说 我已经向你有方法去给你知道 这个世界有神 不过你自己不会寻求 就是神会被人知道 神在人的心中有造工的 OK 好 还有没有问题 其实在恶伏里有说到三群人 而除了这三群人也可能有其他人 第一群是什么呢 十四万四千的以色列人 有时候说犹太人 其实不应该说 犹太人只是十二个支派其中的支派 以色列人很清楚说到十二个支派 第二群人是穿着白衣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来的 是从大灾难中出来 他有说到 在大灾难中出来 有第三群 十四万四千 和羔羊在石安山上 无论羔羊去到哪里 他都跟着他 他们是没有瑕疵 没有尖艳腐累 口中插不出谎言的 这群 第一我不觉得他是完全没有罪的 不过他是 我觉得是特别忠心的基督徒 我又不觉得是小朋友 他说未曾尖艳腐累 所以是小朋友 我又不觉得是小朋友 而是我觉得他是真是很听话 很爱耶稣 很专心爱耶稣的人 可能天主教就说 所以我们那些神父不结婚 那他未尖艳腐累 我就觉得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结婚就没有份 而是说这是在神里的精洁 是一个寓意 在神里的精洁结淨 所以这三群人都在天上 这三个景象 其实问题是有些人说这是被提时间 我其实经文没有说到被提 只是说说天上有这三群人 不过还有另外的 因为无数人从各族各方各文各国来 是由大患难中出来 他是说大患难中出来 有很多不是在大患难中出来的 除非他指大患难 是全世界任何时间的大患难 不过我觉得很多基督徒 真的不是在患难中成长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指大患难中出来的基督徒 所以有另一群没有说到的 就是不是大患难中的基督徒 这只是天上看到这些基督徒的群体 我想问一下《马撒福音》24章14节 那里说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现天下 对万民所见证 然后末期才内道 那有没有人是没有听过福音的那时候 有没有人是没有听过福音呢 其实是如果按照人去传 都可以说必定有些人是会有留的 但是这个是神的责任 我们很多人就卡住这个位置 卡住这个位置 他们没有听过 那我就觉得神是会有方法在人的心中感动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见证 说到有些人在他心中感动去呼求神 这个创造天理的神 他们都得到神的带领 所以我觉得神是可以 这个圣经没有说的 他可以 有些人是他真的呼求这个创造天理的神 而是神带领他 但是的确是很多国家已经有福音传道 而说到末日 圣经有说到有两个见证人 是1260天在宣讲福音的 还有三个天使 一个就是他去到 圣经讲到 在启示录十四章 他飞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那里去 去宣讲这个永远福音 第二个天使宣讲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大巴比伦要毁灭 第三个天使宣告就是 那些受的受印记拜受的人 他们受的苦是很大的 这三个天使宣讲的 所以到末世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听到的 好 你说什么 穿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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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会的婚言 在启示六十九章 有讲到 是基督徒 圣徒所行的义 其实这两个是合并的 有耶稣的义在先 然后有我们所行的义 都一起 成为我们将来的白衣 就是我们的 是耶稣的荣耀 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 都会跟着我们的 好 我们先看下去 穿白衣 穿白衣 这就是义托 包括耶稣给的义托 以及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这个不懂得移动 快点有人在后面的电脑帮我转 好的 这几处 经文呢 其实我想说 我们从识经可以很清楚知道 先看 好了 好了 现在可以控制 好 这个已经看了 接着就是 我有两个图 这两个图 是将它们全部合并在一起的 《光荣耀前书》 《耗童活舌吹响》的时候 死人复活 然后活着 和復活的基督徒 变为不纽约 然后死被吞灭 以后再没有死亡 所以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然后《贴萨尼歌》前书 《主天必从天降临》 《呼叫的声音》 《天使长的声音》 《神的号吹响》 我的箭嘴或是等于 即是相同的意思 《神的号吹响》 然后基督里面的人 基督徒就复活了 基督徒变为不纽约 《贴萨尼歌》前书 四章没有说 不过 既然和耶稣一起 一定已经是不纽约 然后一起被提 与主相遇 然后马太说到大灾难之后 主的哨头在天上 《满族哀哭》 《主教云降临》 然后《号吹》 这里没有说末次 我写一个括弧 即是说经文没有说 是因为他和他相等 所以是末次 那时候《号吹》就招聚选民 基督徒就变为不纽约 好似在罗亚时代 世人被水冲去的惩罚 取一个撇一个 善不得上次 恶仆被审判被罚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号筒是双等 主降临是双等 死云变为复活 变为不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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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提 取一个撇一个 与主相遇 善不得上次 即是将这些 几处经文 连在一起的一个图 其实这些 如果你拍不到 不要紧 我在网上都有 还有你告诉我 我可以告诉你 怎样拿法 但你拍都可以的 你拍都可以的 不过我给你的那些更漂亮 好了 这两个图 就是将贴上了 后书二章和马太 我都可以将 今次那些图 放在我们的群组 即是你放在群组 就可以收到的 有说到 来到反教 有大罪人 尋伦之子 就会出现 高台自己超过一切 任何称为神的 坐在神的殿尺 称为神 他靠着撒但行虚假的神迹 用不宜的鬼诈迷惑人 有大灾难过去 因为他被废掉 就大灾难过去 主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他 这样保罗和所有基督徒 就到主那里聚集 即是我将经文由前面 就调到后面 但就说到那时就聚集了 而马太 就说到 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户 由行为坏可争的 站在圣地 这个和那一大罪人 应该是同一个 就是他行为坏可争的 从来没有过大灾难 然后假先知显大神迹 由大灾难过去 主的兆头显然 万族哀嚎 主耶稣降云降临 有末次浩童焦罪 这个末次也是括弧 这个末次也是括弧 即是圣经是没有说的 不过根据经文 这个 还有一点我没有说的 哥林多前书15章 之后再没有死亡 是吧 再没有死亡 是不是已经离开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有死亡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末次浩童 是这个世代最后一刻 最后一个时刻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还有些人在复活 对不对 一去到永恒 跟耶稣一起 还有没有复活 没有了 完了 所以他们还在复活 然后变为不死 即是说 是这个世代最后的时刻 这是其中一点 其实呢 我真的反复想想想想 很多次很多次 将经文不断反复思想 以后达到这些结论 都是用经文去达到的 所以这个一定是末次浩童的时候 是最后的浩童 由善伯被赏 恶伯被懲罚 被审判被懲罚 而中间 相等的是大罪人 和行为坏可憎 和假先知假神迹 和主耶稣降临 和基督徒聚集 都是重复的意思 不过字眼是不同的 而最重要的是 原来我们是 基督徒是不会在灾难之前被提 不会在灾难中 而是灾难后 耶稣回来 最后那一刻 他直接是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需要预备好 有很多人就很害怕 死了怎么办 我不行 我不够胆 但是那时候基督徒会很刚强 为什么呢 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拜受 受受印记 是沉沦的 因为圣经有讲到 第三个天使宣告 在启示诺十四章 那些拜受和受印记 他们受的苦是很大 千万不要做那样东西 那当你一 哇 我立刻 我真的要跟耶稣了 我不怕了 我不怕死了 当你一不怕死的时候 还有那时候你都不能做买卖的 因为你有些钱 你多少钱都买不到一个面包 那你说死了 那我死了 我死就好了 快点 还快手 我死很快手 但是神要用我们 因为我们圣经有讲到 圣徒的得性 就是借着羔羊的血 和所见证的道 就是我们发挥的作用 在大灾难上是最重要的 不要快点想着我快点消失 太多基督徒想着自己 但是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世上的钱都没有 都没有用了 什么都没有用的时候 我们唯一就是 我越听话 神就越保守 神就不会叫你 你这么听话 好了 你快点去送死 神就会保守你 让你可以见证更多 所以我们就说 如果我死 我荣耀神是有福的 如果未死 我又靠着耶稣 那又来死了死了 明天又怎样 最重要的是 到时候圣灵会和我们说话 只教我们当时的话 你不用怕要怎么回答他 到时候神会教你 甚至可能叫你教你说他的话 忽然间你就会说他的话 总而说出一些话 他都很惊讶 神就会在那时候 做一些很奇妙的事 使用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基督徒 会变得很刚强 但有很多软弱的人 跌倒 圣经说到 有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跌倒 被陷害 被陷害 可能陷害你的 是一些曾经很活弱的基督徒 曾经很活弱的教目 都可以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基督徒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基督徒 所以为何 我有这个心 我的心 完全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我想祝福更多人 所以我印这本书 中文 英文要发出去 给更多人预备好 刚刚他作了这首歌 就有说到这件事 刚刚他这个礼拜作的 我就告诉他 我们讲这个主题 你就作这首歌 感谢主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用歌 可以用 我们会把那首歌摆上去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去见证耶稣 荣耀耶稣 兼顾基督徒 在网上也可以传 你自己也可以传 可以传我的影片 可以传你自己的影片 圣经真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预备好 这个最重要就是预备好 我们挺身昂首 各作见证 站稳 你现在 虽然现在未到大灾难 我现在知道 其实世上的钱都没什么用 都要过去的 我就靠耶稣站稳 你现在开始做大灾难的 那些刚强基督徒 就不用到大灾难 才做刚强基督徒 这样神就欢喜 神欢喜 祂一定跟你说话 其实这些经文的解释 我一年之前 都未曾有这么详细的 是神一直教我 神和我 在茶经上想想 有时候洗澡 忽然有一句 彈出来 你用心研究 神就会跟你说话 我希望大家都 时时留意圣灵 如何带领你 感动你做什么 你就会发觉 当你一放心 放下这个世界 你是会不害怕的 你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刚强基督徒 我一起起床祈祷 求主耶稣更新我们 我们可以有结他 我们多谢耶稣 如此爱我们 多谢天父 如此爱我们 多谢天父 天父 不会放下我们 一定会跟我们说话 一定会带着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逃避的心态 不要逃避 我们是面对 面对这个世界最困难的日子 我们都不用怕 我们做神所喜爱的儿女 神就会祝福我们 我们不是要做给人看 我们是做给耶稣看 而且是真的祝福人 我们祝福到一个 神就会欢喜 你祝福到谁 神都会欢喜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 多谢天父 神祢很爱我们 在这个困难的日子 大灾力的日子 你依然陪伴我们 你依然关心我们 你不会放下我们 不理会我们 你一定会跟我们说话 带列我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 也神可以用方法 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我们多亲近神 也都可以像摩西 不需要吃 不需要饮 四十咒夜 还有我们也可以像 耶稣的仇所行的神迹 耶稣都说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并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是耶稣很清楚说的 耶稣很清楚说 是告诉我们 今世仍然有神迹 尤其当我们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求主耶稣 行五饼鱼的神迹 可以用各种方法 供应我们的需要 也可以移山 可以保护我们 主耶稣 我们深信祢的爱 求主兴起祢的仆人 祢所喜爱的儿女 去为祢作见证 当我们肯放下这个世界 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因为神要喜悦 神喜悦超越一切 而我们中间有罪 有软弱 有不饶恕 同家人不和好 有憎恨人 有任何的罪 任何的软弱 求主耶稣射灭 叫我们争护这些罪 因为这些罪 令到基督徒没有力量 令到基督徒支离破碎 完全和教会和家庭 不能够合一 不能够荣耀神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放下这些罪 耶稣我们愿意 求祢射灭我们的罪 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 求主射灭 我们得罪祢的地方 求主射灭 我们没有听祢说 求主射灭 洁净我们的灵魂 更新我们 使用我们 耶稣很爱我们 总之我们说 我们愿意 神就很欢喜了 凡愿意的 神就很欢喜 在谁在末后日子外 我愿意更多 愿意给神使用 尤其福音宣教事公 很想将更多信息传开 预备更多人 在末后日子站稳 永远更多人 你不一定要 和我们配搭 但总之你是 愿意在末后日子 更多荣耀神 和坚固基督徒 你愿意的 或者传福音的 你愿意向神举手 神向我愿意 求祢加我力量 你向神说 求祢加我力量 帮我做到我想做的事 帮我做到神 祢想我做的事 我靠着耶稣一定做到的 我不用怕 神就起 我一定会保守 祢想我祝福我 会赐我力量 叫我能够暂落得稳 靠着耶稣 凡事都能 多谢天父 主耶稣给力量 我们每一位 主耶稣和我们每一个同在 更新我们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祢就和我们一起 祢祝福祢该祈求祢 祢会高兴呀 祢祢祢祢 祢祢 祢祢祢 byseam 祢祢祢祢 祢祢祢祢祢 和你一起 主耶稣要提升你 主耶稣陪伴你 主耶稣和你一起 主耶稣陪伴你